美国阿拉斯加州有一只狗狗走私了一个月 后来是在隔着大海在200多公里外的另外一头才找到它 发现历经了海上的艰难险阻 终于能够回家跟四组团圆 历劫归来的狗狗瞪着圆圆大眼一脸茫然 就是这只一岁大的牧羊犬名叫纳努克 它横渡结冰的海洋 花了一个多月找回家的路 终于回到四组身边 话说从头 美国阿拉斯加州这一家人 三月带着一群狗狗出游 有两只狗意外走失 其中一只几个星期后自己回家 但纳努克依然下落不明 让四组很担心 四组一直在找 过了一个月 脸书盛传有只流浪犬在找主人 曼蒂得知赶紧上脸书搜寻 一眼认出就是纳努克 最神奇的是纳努克是在 圣罗伦斯岛走失 却出现在大海另一头的 阿拉斯加州维尔斯 代表它横跃了 两百四十亿公里的解冰大海 四组后来帮艾蠢买机票送回家 人狗在机场团圆 看到艾蠢一只脚被咬伤 其他并无大碍 四组既兴奋又不舍 猜想小家伙一路以来吃了不少苦 将来一定要加倍好好疼惜他 杨正平编译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